歡迎到鍋寶的阿芳廚房 在炎炎的夏日 有沒有想過來一鍋非常開胃 可以配上各式各樣涼拌小菜的 綠豆小米稀飯呢 可能很多人沒煮過 但是只要你有輕鬆方便的一個IH電子鍋 你可以煮得很好喔 那趕快跟我來看看 今天要準備什麼材料喔 一般我們會吃的是地瓜稀飯 可是呢今天比較特別 我們用的是這個小米 那現在在這個五穀雜糧呢 可以補充各種營養的角度之下 其實這些雜糧可以成為假日媽媽 變化家裡點心的食材 那我今天呢小米用了我們這個兩米杯 一杯半的份量 就足夠煮到一家四口五口的份量喔 好 那我現在有一杯半 只要把它洗乾淨 所以你並不需要做過浸泡 然後呢我再搭配了半杯的這個 雞刀 那當然呢這個綠豆的一個份量 可以隨著個人對於這個豆香的喜好程度 你可以增加也可以減少 那我們把它洗乾淨 如果可以的話你給它30分鐘的浸泡時間 它煮起來呢第一顏色會很漂亮 然後豆人會很飽滿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半杯的綠豆把它給放進來 那我們現在就量上了12杯的水 把它直接放進來 像一般在家裡面煮粥喔 最怕的就是需要去顧火 然後要站在旁邊免得它會有淤鍋 然後讓我們的瓦斯爐火呢熄滅 那我今天呢藉由已經有功能設定的IH電子鍋 我們可以很輕鬆方便的來煮小米粥 今天呢我就選擇了五穀粥的功能 好 五穀粥它的設定呢是一個半小時 可是事實上小米粥並不需要花這麼多時間 選擇到40分鐘是我在家裡面喜歡的口感 這個時候把它長按 開始烹煮了 這個時間你不需要在旁邊顧它 也不用擔心它會溢出來 等到時間好你不一定要立刻回來 它也能夠幫你保溫在鍋子裡面 隨時你都可以回來享用它 等會呢等它煮好我們再回來看 很快的我已經聞到了這個綠豆香 然後表示這一鍋小米稀飯 已經接近了完成的一個階段 那我們可以打開來看看喔 完全不用顧爐火 然後也不用熱氣騰騰 你就已經可以看到 它已經幫我們把小米那金黃色的米湯 完全包出來了 在底下的小米呢包的綿細在我們攪動之後 它的稠質就會開始出來 然後你可以看到 每一顆非常飽滿的綠豆仁 就被底下的小米粒給包覆住 它有很香的綠豆香 然後又有消暑的一個效果 然後它可以在鍋子裡面一直保溫 但是呢我會建議大家 小米粥要熱熱的喝 就是七分燙五分的溫熱 這樣的感受其實是最舒服的 搭配媽媽自己在家裡面做一點點的涼菜 夏天呢是一個非常好的主食 那最完美的吃法呢 我從小很喜歡這樣的一個小米粥 別把糖往裡面割 旁邊媽媽準備一個人一個小碟子 家裡面不管你有二砂糖白砂糖 細砂糖都行 放在這裡呢 當你要享用的時候拿著自己的湯匙 然後咬上了這樣有顆粒的一個糖粉 就往上面撒 別去攪動它 就直接這樣咬上來 帶著這個小米香氣的綠豆湯呢 就可以到我們的肚子裡面 那個糖就在我們嘴裡面化開 是不是很吸引你啊 這一碗在夏天非常適合的小米綠豆稀飯 就這麼輕鬆的完成囉